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看普法故事品百味人生 这里是普法栏目剧 我是主持人图画 今天我们来看一个新的故事 主人公是一对夫妻 老婆叫做李燕 丈夫叫王刚 他们俩算是一对患难夫妻了 从头算到城里面去打拼 过了很多的苦日子 王刚自己开了一个公司 当老总 事业很成功 很励志 而李燕在一个医院里面 当妇产科主任 又能力也很强 两人也是因为一块 是从苦日子熬过来的 所以感情也是很坚固 很牢靠 日子过得也很完美 但是呢 因为一件意外 让她们美好的生活和婚姻 即将出现很大的裂痕 而李燕作为妇产科主任 她会面对一台 非常艰难的纠结的手术 整个事情呢 还得从王刚的一次醉酒经历 开始说起 我还得到2020年 林大静 有机会 这什么可以给你 这么艰难的 这些人就明白了 她们的档上 妈 这些女孩 她绝拐 我 genuinely 很理想 她 老婆 你给我两万块钱呗 你要不缺口 我看你那个项目表也别做了 我让王总给你在我们公司 找一个职位 你左一个王总 右一个王总的 怎么 你跟他勾搭上了是吧 你说你每天早吃网亏的 哪有那么多应酬了 你看看 你还穿成这个样子 你是不是跟他有什么关系 你放开我 跟这你弄通我了 放开我 是 我就是喜欢王总怎么了 那就是比你能干 比你有能的 是个女人都会喜欢他 我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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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总 喝那么多干嘛呀 喝多了不是伤身体吗 要是我老公有你一半能干 那就好了 其实我吧 也就是表面风波 平常时间我事情多 接待也多 我老婆呢 我老婆呢 事情也多 上班也忙 回到家人也看不少 这节奏混乱呢 可没结议 王总 我先送你回家吧 你家在哪呢 老婆呢 我走啊 你去训练 你去训练 快乐 去训练 去训练 你去训练 你去训练 我去训练 你去训练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姐 你这出差回来 以后打个电话让你老公来接你 他上班挺忙的 我也不想打扰他 我就当给他一个惊喜吧 对了 张鹏 今天麻烦你送我 看你说的 李姐 你是我领导嘛 这是应该的 李姐 前面什么情况 咱们靠边评一下 好 老婆 慢点 慢点 抬起 怎么回事 我老婆要生了 实在是没有办法 能不能来麻烦 用你们的车把他送到医院去 赶紧上车 走 等等 你看他 现在阳水已经破了 很有可能子宫口全开 如果现在上车的话 孩子很可能出生在路上 现在 现在我们必须就地接生 好 但这里没有医生啊 我们俩就是妇产科医生 赶紧打电话叫救护车 谢谢你们了 谢谢你们 你们这是我的救命菩萨呀 张鹏 你车上有毯子 还有那个急救箱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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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拿 赶紧赶紧 来 你看 帮你帮你帮你 快点 等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再说了 我是真的喜欢你 我有什么理由来推开你 我有家庭 你应该知道 我只知道事情已经发生了 那你说 我们应该怎么办 你把衣服穿上 我送你回家 明天我会打十万块钱当你账上 账上对你的补偿 你居然想用钱来打发我 你把我当什么了 那你也要什么 我想让你对我负责任 当然 我不是要民贩 我也不是要丈夫对妻子的责任 我就是希望有个男人真的来爱我 疼我 照顾我 对不起 昨天晚上我喝多了 我请你原谅 王刚 事情已经发生了 你赖不掉的 可你的想法我做不到 为什么 我心里已经有人了 撞不下你 一 二 三 深呼吸 疼 加油啊 老婆 加油 对 再来一次 行不行啊 这儿 你放心吧 我不主任啊 很有经验 三 快了 我已经看到头了 来 我们再来一次啊 一 二 三 疼 不好意思啊 我不行 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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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纳破的纳道比较紧 胎儿生长困难 必须马上做测试 你听着 我必须在你的 铲到左下脚歇一小口 因为不能打麻药 所以会有点疼 你必须忍住 不是 你们要在我 姐夫身上 Hare动刀子呀 万一出了事 这可怎么办 你们担着起来 就ан what she told me 你先别激动 听我主任说完好不好 如果不做测试 胎儿出不来 会有生命危险 快啊 好 这不行 不要 我爸妈想孙子都想疯了 但你们也得保证我媳妇的安全 产妇生产困难肯定是有风险 但作为医生我不会控制风险 疼 现在作为家属要立马做解电 到底接不接 不好意思 快决定没时间了 行 切 但必须保证我媳妇的安全 我要拇指平安 干净 我现在做侧行 加油 不怕啊 收呼吸 一 二 三 二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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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 出来了 孩子出来了 李姐 刚才你真的是太厉害了 行了 走吧 那家菜特别好吃 改天一斤带你去 上车 李姐 李姐 那不是你老公吗 请喝个女的从冰块出来吧 咱们开车跟上她们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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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姐 我先下去问清楚 把手放开 我不 咱俩不合手 我不 把手放开 这不合手 你怎么来了 燕子 我原本以前回来 想给你一个惊喜 没想到却看到这个 燕子 燕子 不是你看到的事 燕子 你听我解释 燕子 你听我解释 燕子 你听我解释 燕子 燕子 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 你听我解释 燕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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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给我个解释的机会 燕子 燕子 你把手打开 不是你看的那样 李姐 去哪儿 去哪儿 随便 妈 你怎么才回来 你到哪儿去了 我见客户 我见客户去了 见客户 怎么彻夜不归啊 你今天晚上 又在外面住了 住哪家宾馆 和谁在一起啊 妈 我是你儿媳 我不是罪犯 你不要像审犯人一样 审我行不行 我儿子在外面做生意 叫我怎么不担心呢 我这不是为了工作吗 我不工作 我没家人和西北风去啊 你儿子在外面做生意 都是亏钱 我还得给他倒贴呢 我还不是为了你 为了这个家好 我跟你说 你在外面一定要检点 千万别做对不起 我儿子的事啊 我怎么就不检点了 你说话也太过分了吧 我 我 我这怎么就过分了 我 小宝 我说 你怎么能犯这种错误呢你 知道吗 你这么做 你对得起小院吗 怎么 松了 你到时候说话呀你 你 你 老头子你干什么 我们钢子拿点错了 俗话说一个八钟拍不响 他离人就全对 你说这种家这么久了 一儿半女都没事了 你就想抱孙子 我 我说啊 趁早 离了还好些 早要会生养的 早点抱孙子 老太婆 现在是儿子儿媳 吵架落矛盾呢 你不劝他们好 还劝他们分 你是不是火上浇油吗你 你跟我吵什么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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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瞒你 昨天晚上我印州客户 确实喝多了 也和张敏发生了关系 是我错了我认 你要的押法冲着我来 你衣服脏了 我给你洗洗 别了 你放开我 我知道 你就是嫌我没跟你生孩子 行 我成全你 你干什么 你说衣服什么意思 就算你没有孩子 也不是你想的那样 你别骗我 我知道我一直活在谎言当中 现在也是时候 又有现实 什么现实啊 什么叫现实 衣服给我 我就是犯了一个男人 偶尔会犯的错误 我希望你能够原谅我 我想你保证 我会处理得很好 不会让它影响到我们的家庭 处理 你怎么处理 什么叫没办法处理 到底要我怎么做 你才敢原谅我 那我给你跪下 小杨和草家 才把审言 你小的到底怎么了 别去 别去 快快快快 我说你 别去 儿子 儿子快起来儿子 快起来 起来儿子起来来 李雅儿 我们钢子哪点不好 要事业有事业 要人才有人才 在外面 好多姑娘还等着她呢 老太婆 说话要讲良心啊 当年在农村那个时候 日子过得多艰难 人家燕子 丝毫不嫌弃咱们家 是她一步一步 帮咱们帮春的到现在 是 还帮到钢子 成就了她的事业 你不能不知道好歹 是 她是对咱们好 可现在是她要走啊 爸 爸 妈 我就是想冷静几天 去到尾上住 儿子 妈 我想冷静一下 雨姐 下班来我走啊 我跟我老公吵架了 不想回家 是因为昨天那事吧 你就吃这个呀 走我带你吃火锅去 我不想吃油腻的东西 你自己去吧 那 那行 那个 对了 我还有几个苹果 我给你拿过来吧 烟 我知道你加了很辛苦 所以呢 再加给你炖了点烫 还给你做了几个 你平时喜欢吃的小菜 你干嘛这样 拿走 看嘛也拿走啊 这些东西啊 至少可以证明 我对你的歉意 以及我改过的本性 我这个人有感情结评 我没有办法容忍 你身上有其他女人的味道 我们离婚吧 我让你保证 今后不会再出现这样的情况 但是关于离婚 你和我都是成年人 我觉得我们应该慎重一点 不能这么清帅 否则它会毁了我们俩的生活 你当时怎么没有想到这些 我的心就是玻璃做的 玻璃碎了就不能复原 我们没办法回到从心 就算是玻璃做的 哪怕它碎了 我也会用我的诚心 将它融化了 再一片一片地拼凑起来 这段时间我想得很清楚 我对你的感情很深 所以你想让我放弃这段感情 我做不到 关于你提出的离婚 我现在可以真重地告诉你 我不同意 程悦把菜吃了吧 你 你 对 你 没事 走吧 我带你去个地方 保证你啊 马上就会开心的 走 去哪儿啊 你跟我来 来来来 怎么样 你带我来这儿干嘛 我不是看心情不好吗 所以带你来放松一下 我跟你说 我保证你跟我玩半个小时 所有的不太心都会烟消云赛 走 怎么样 今天是不是很开心 那你喜欢啊 以后我接着带你来好不好 这卡里有十万块钱 是我对你的补偿 你什么意思 你要开除我 如果你还愿意在公司干 我会帮你 但是你和我的关系 必须得结束 王刚 我对你没有要求 难道在你心里 我一点位置都没有吗 当年我白手起家 在我最艰难的时候 是我老婆陪我度过的 所以我心里忘了下别人 我对你 走 怎么了 我马上要上研盘 时间太早 你能够回来 我真的很开心 你就知道 你不在带这段时间 我特别想你 李姐 那不是你老公吗 行车里从宾馆出来 出来 你怎么会来呢 行车里有空 咱们快来 到大手上 去坐 我先打不上了 你不要打不上了 过来 走 我去吃了 我去吃了 哪一杯 我怕是 不一定 我怕是 你今天生意做得怎麼樣 抽空回來看看你媳婦吧 媽 我正在回來的路上呢 這段時間家裡真的辛苦你了 媽 這把老骨頭不中用了 但是只要媽還活著 就幫你守著這個家 媽 您放心 以後一定好好地孝敬你 小米 小米 你怎麼這麼不小心啊 好痛 好痛 痛啊 好痛 不好了 陽水波了 還是要生了吧 小米 你撐住 撐住啊 我們晚上打120 小米 小米 別怕 別怕 別緊張 沒事的 我們已經到醫院了 別怕 有醫生在 別怕啊 醫生 醫生 一定要保住我孫子 保住我孫子 謝謝你們 這個孕婦是早產 現在腰水已經破了 我不合 我不合 快點 快點 不合適了 是不是 怎麼會是她 怎麼會是她 她不就是王剛的老婆嗎 這下來了 我獨自裏的孩子 和我這條小命 都落到她手裡了 張敏懷上孩子的時間 和王剛跟她在一起的時間 那麼溫和 這孩子會不會是 這孩子會不會是 李姐 沒事吧 這個手術 還是讓其他人來做吧 現在是深夜了 其他醫生都在休息 不過現在換人的話 我怕來不及啊 李主任 產夫那麼厲害 說不做手術了 還是我來吧 我不要說說 我不要說說 你去給我換一個醫生過來 你現在情況很寂寂 如果我馬上接受手術 你和孩子都會有危險 那我也不要你給我說說 你去給我換一個醫生過來 你去給我換一個醫生過來 我告訴你 我們李主任 是這裡最好的婦產科醫生 經驗豐富 技術高超 你放心吧 你為什麼不放過我 別耽誤時間了 馬上手術 你現在要找一批 就是你對她的 誰呢 你會找到 她就會拿給她 你會找到她 拿她 她就追她 我一定會想著她 真正 更有機器 你生了生了 終於生了 婆婆 你媳婦 還生一個大胖孫子 真的 太好了太好了 我终于有孙子了 我做梦都想抱孙子 我媳妇她也好吧 不好 臣服大出血 血压在降低 立刻输氧 二百五十克新母胚 公斤注射 二十毫克多巴胺 加大输血量 开辟另外一条经脉通道 儿子 生了 生了 给我生了一个大胖孙子 真的 那我生机当爸爸 您生机当奶奶了呀 医生 你先把孩子抱怨是吧 你是专门家属啊 我是她婆婆 现在情况是这样的 产夫产后大出血 情况为止 需要战术自宫 你在属乎同意数量千个字吧 你说什么 哈 拆除子宫 那怎么行呢 你子宫都没了还算个女人吗 我还想再要个女儿呢 好好好 我跟医生说吧 怎么样 医生啊 我儿子说了 无论如何都要保住我媳妇的子宫 那个 这个字我不能签 长风血压测到了 出血没有止住 再收两个单位全血 用沙条成分 产夫出血量太大了 没有止住血 准备两千个单位淋血煤 避免豪称胜生理也许 闭嘴 我刚请出过院长了 院长说病人拖的时间太久了 站下去 过去生命危险 所以要摘除子宫 可家书要求保住子宫 我们能不能先实施 零血煤攻枪灌注 如果无效 再摘除子宫 不行啊 如果不摘除子宫 灌注了您血煤 导致产夫 大面就穿色死亡 这责任你负得起吗 我们还是执行命令吧 可林血煤攻枪灌注 我已经做了几十例 都没出过错 我们不能冒这个血啊 我不能没有子宫 求求你 保住我的子宫 既然产妇已经提出这种要求 我们应该尊重她的选择 马上实施攻枪灌注 你确定要违发命令吗 我非常清楚一个女人 没有子宫不能生育的痛苦 我一定会保住她的子宫 让她做一个完整的女人 你想清楚 违罕命令的结果了吗 再给我五分钟 张院长 为什么还没进行 子宫灾处手术 简直是糊涂 把病人在生命开玩笑 你 你马上给我进行 子宫灾处手术 不让我撤了你 院长 我已经给产妇做了 灵血迷宫灌注 再过几分钟就能止血 你相信我 要是病人出现大病 就算下死亡 你负得了这个责吗 不会的 我一分钟都不给你 你马上给我下赶 这个病人我来接管 马上给我准备 子宫在世手术 血止住了 手术成功了 院长 我建议二十分钟之后 再做一次共强灌注 院长 听到的吗 好 就按你的一时半 这次算你运缺好 不过你还得给我停止盘情 妈 情况怎么样 我也不知道呢 还在里面 来 你就回去待会儿呢 医生 医生 这个我老婆情况怎么样 产妇产后大出鞋 已经控制住了 现在没有生命危险 那那个子宫保住了吗 保住了 放心吧 要不是我们李主任坚持啊 你媳妇的子宫早就被摘除了 既然又违抗了院长的命令 他都被降职了 哎呀 那怎么行啊 哎 李主任 你放心啊 我一定给你们院长求情去 不用了 医生 谢谢 谢谢你们 请吃红鸡蛋吧 我们不能收 按照我们老家的习俗啊 哪家生了孩子就要请吃红鸡蛋 你要不吃啊 那就是瞧不起我们 来 收下吧 来 就是拿着吧 谢谢啊 谢谢你们啊 谢谢 谢谢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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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云桃 你知道刚才我给谁做手术吗 听你这么说 好像不认识 张鸣 你下手 你真是 没户不堪你提那户吗 张鸣刚刚从鬼门关内掏出来 你怎么着 也得去看看人家吧 那他现在怎么样了 张鸣大出血 原本是要摘出子宫的 然后呢 是男孩是女孩 男孩 男孩 那儿攻击她 喂 行 我马上过来 去吧 院长找我 我过去了 嗯 叫爸爸 叫爸爸 想什么呢 才多大点啊 哪会说话呀 啊 公敬你当妈妈吗 这个孩子 不是我做 你跟他勾搭上了是吧 是 是 我就是喜欢老总怎么了 那就是比你能敢 比你有能耐 是个女人都会喜欢她 不是 周强 你打火 我要和你离婚 老婆 老婆 你放开我 我对不起 你放开我 我错了 你要知道我 我们还是很开心啊 哎 还有人呢 你怎么压力大呀 没事 没事 没客气 他们一定要多愉快啊 还有人呢 还有人呢 那个一定要资源共享啊 太厉害了 我们共同发展啊 老婆 我现在马上要出发做 你记得把钱打给我 谢谢 怎么啦 儿子 妈 我出差这段时间 小敏的生活和工作 还顺利吗 都挺好的呀 老婆 老婆 你别哭好不好 老婆 我孩子怎么闹到这么凶呀 经过检查 你的孩子出现了皮夹出血点 和心动过速的变化症 你们是怎么搞的呀 出什么事啊 李主任 你昨天接生的这个婴儿 出现了皮夹出血点 和行动过速的变化症 别叫我主任了 我不再是妇产科的主任 还有 这里手术是我做的 我会负责到底 我的孩子为什么会这样 是不是你 错了什么手脚 你是在怀疑我的职业操守 我凭什么对一个刚出生的婴儿做手脚 你自己心里知道 是 我是很清楚 我清楚不管是谁睡在这儿 我都会竭尽全力去救他和孩子的生命 因为我是一名医生 救死扶伤是我的责任 你说的比唱的还要好听 那我问你 我的孩子 他为什么会这样 昨天孩子接生的时候 出现了特殊情况 胎盘破裂 厂后大出血 为了保住你的子宫 也用了不少药物 所以孩子才会出现病发症 我胎盘破裂也是你们造成的 产后大出血也一定是你引起的 我告诉你 我儿子要是有什么事 我一定会去投诉你 行 随便你 反正我问行无愧 我说你这个人怎么好赖不分呢 我们主任昨天为了保住你的子宫 没有执行我们院长的命令 好不容易把你子宫保住了 自己去被降了职 你先来倒好 恩将扯过 还要投诉他 他被降职 是因为他手术中冲了差错吧 我真是运气好罢了 我没有死在他手里 小敏 人家救了你的命 为了这事还被撤职 也怎么能这么说话呢 妈 你不知道 她 她是你的救命恩人 李主任 我儿媳妇生了孩子 可能有些产后抑郁 你别往心里去啊 没关系的 如果产妇和孩子有什么问题 你尽管来找我 来 这墙子也是 一大早就出去了 到现在还不回来 我一个人怎么应付得过来呀 宝宝 别哭啊 宝宝 你好 先生 请问您找谁 王刚在不在 请问您预约了吗 他欠我的我还预约什么呀 王刚 王刚 等等 先生 你要做什么 王刚 先生 王刚 在这呢 王总 那个人非要见就拦都拦不住 张敏呢 趁王刚最久和他发生了关系 可以说这个情维是很自私的 不仅伤害了李燕和王刚他们的婚姻 让自己的生活呢 有了很多的隐患 而且这个孩子到底生父是谁 我们恐怕现在还很难下一个结论 但是我们可以确定 张敏的丈夫呢 已经看到了王刚给张敏的短信 并且找王刚的公司要去讨一个究竟 看来呀一场暴风骤雨是不可避免了 而另一边呢 今天王刚在弥补想去挽回李燕的心 是很关心他 但是李燕的伤痛和伤害 恐怕可能一时间就被抚平 而另一边呢 张敏的丈夫正在赶往公司 恐怕这一场闹剧 会让王刚和李燕 他们的生活有更大的波折 那他们的婚姻 还能够继续地维持下去吗 请别错过我们的下集故事 看普法故事片百味人生 这里是普法栏目剧 我是主持人图画 再见 这个孩子 是不是你和那个王总呢 如果你怀疑这个孩子不是你的 你可以做亲子鉴定 他老婆可是妇产科的医生 千万别让他看出什么扩张 现在既然证明孩子是你的 你就被哪个负责 还是赶紧把离婚手续给办了 是你 你都要求我答应你 三十万我给你打过来 你把卡拉放过来 今天涨价了 五十万 这个孩子有可能得到死灾血病 你可以跟孩子的生父 再生一个孩子 来往救这个孩子 来往救这个孩子 不报告